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八卦频道,本频道分享男神女神的故事,欢迎持续关注 7月31日晚,朝阳区警方正式发通告称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 消息一出,互联网简直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堪比过年 微博都瘫痪了 关于吴亦凡这个瓜,经过多次反转,这次终于迎来大结局了 目前警方还未公布吴亦凡会被判多少年,但相关法律人士透露 吴亦凡最少也会被判三至十年 如果后续再爆出类似稀释为禁品的,或者涉及为成年女孩,无期徒刑也有可能 我们要坚持到的底线,不传谣,不信谣言,我们还是尽等警方的消息 2014年,就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过一张名为监狱风云的恶高海报 海报中全是因为涉及黄、赌、毒等问题被抓进监狱的娱乐圈人物 有导演,有编剧,有演员,有歌手 网友调侃恰好可以搭起一个剧组拍摄一部监狱风云 而这恶高海报的灵感,则来自1987年导演林领东的电影监狱风云 巧的是,1987年电影监狱风云里出演预警的张耀阳 现实生活中也真的监狱风云了 2014年,乌鸦哥张耀阳受黄涉毒被警方拘留20天 目前,中国娱乐圈一共有超过30位明星因为黄、赌、毒、盗等违法行为被拘留或者判刑入狱 由于涉毒人数最多,监狱里也算大万云集 而吴亦凡被刑拘,则可能新增一项罪名强奸罪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因为法被抓紧监狱的娱乐圈明星以及他们的悬殊境况 凭借着卓越的唱功,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收获了大众的关注 李戴默声音辞性,他翻唱的《我的歌声》里 《如果没有你两首歌》大受好评 甚至被认为超过了原唱 之后他持续发展歌手事业,借助节目的影响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 不过好景不长,两年后李戴默因涉毒被捕,获行9个月 虽然释放后他重获了自由,但个人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出狱后,李戴默曾在2015年感恩节当天 过一首名叫《谢谢你的单曲》尝试付出,但却遭全网抵制 脸看付出无望,2019年后 李戴默将目光瞄准了网红经济,挽起了直播 结果人气寥寥,他打赏勉强度日 宁财神,情貌不扬的宁财神是个天才 他原名陈万宁,16岁时就考入了华北理工大学 曾是中国最顶级的喜剧编剧之一 2005年爆红的一部电视剧《武林爱传》被无数人视为神作 这部剧的编剧就是宁财神 黄晓明和郭经飞曾在宁财神编剧的网重日记和龙门标剧中分别担任过男主 这么优秀的一个人,他本走上巅峰的人生,却被他自己一手摧毁 因吸食为竞品2014年郎称入狱,都是受到不少网友的谩骂,事业也跌入谷底 一般有着污点的艺人,也很难再次翻身,比如曾经的柯震东 至今大家提及他都是不屑的模样 但宁财神却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再度翻身,现状令人意外 出狱后,他不再只是一个小小的编剧 2015年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叫做嗨了影视娱乐的公司 估值高达12亿,由他担任董事长,间接持股超过40% 热血长安,鬼吹灯等作品都是出自于他的公司,还获得不错的成就 如今的他不仅赚得数亿身家,家庭也是幸福美满 妻子一直在他身边默默陪伴着 高虎,他出生在山东青岛的一个艺术家庭,父母都是话剧团的工作人员 在这种艺术氛围的熏陶喜爱,他从小就对艺术保持很高的敏锐度,喜欢音乐 梦想跟父母一样,走艺术道路,成为一名艺术家 很多人认识他,都是因为张继中版天龙八部的虚竹 在拍天龙八部时,高虎为了让自己更贴近虚竹这个人,他不沾昏心 在细节的诠释上也是一丝不苟 也因为高虎对待角色的认真处理,在天龙八部播出时,虚竹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他一炮而红 高虎在2015年上映的《草宝平》电影《烈日若心》中饰演一个智障,让人印象深刻 但这也成为他迄今为止,最后一部公开的影视作品 2014年8月,高虎因吸毒被拘留 但这却不是高虎第一次违法 2003年高虎曾在片场拍摄驾车镜头,将剧组灯光师逢自勇撞成重伤,最后过世 4年,法院以过世制人死亡罪,判处高虎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等他从监狱出来之后,就是有污点的艺人,演艺事业也中断了 一手好牌,最后因为自己走错了路,打得稀烂 作为劣迹艺人,高虎几乎没太可能再在影视剧里 后来曾有媒体报道说,他与有人包下一个岛,两生太极,准备改行 如今在高虎的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动态几乎已经和娱乐圈没有关系 只有2019年,一则和电影《鸡生虫》有关的信息,还让人嗅到一点他对电影的不舍和喜欢 满文君,1996年,一首充满感恩的歌曲《懂你》 让27岁的满文君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也因此获得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第一名 随后关于他的一大波经典歌曲,《分之踏来》、《妄想》、《了解》、《彼岸》等歌曲 都深受广大歌迷的喜欢,他也获得诸多殊荣《内地最佳男歌手奖》 中国音乐流行榜杰出男艺人奖,这些都是业内和歌迷对他的肯定和褒奖 此后不但登上春晚,还参与了2008年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的》演唱 不过,2009年,满文君在北京工体附近的夜店给妻子庆生 结果被警方当场查获各种违禁药品,抓走二十几人 最后满文君被行政拘留14日,妻子获刑一年 满文君从拘留所出来后,曾在电视上向全国人民道歉 起初满文君熬过一段苦日子没有演出机会 他硬着头皮做过一段时间培训班音乐老师 由于那时还没名闻限制劣迹艺人 在一些圈内朋友提携下,满文君渐渐有了演出机会 2013年,还参加过湖南卫视的金牌节目《我是歌手》 尽管演唱的仍旧是成名曲懂你,但得到的却是观众的反响平平 或许是逼于无奈,满文君多次尝试无果后决定转型幕后 2018年宣布退出歌坛 2019年满文君和妻子离婚 有网友爆料,他如今靠娇人唱歌谋生 除了上述艺人,涉毒的还包括导演张远 代表作赵薇江文主演绿茶 张默,柯震东,房祖明,胡东,傅义伟,影像杰,王学斌,毛宁,葛惠杰,牛蒙蒙 宋东野,陈宇凡等等 其中出演过90版风神榜打击的傅义伟,堪称老戏鼓 被抓时竟然是和妹妹一起在西市为竞品 胡冰的亲哥哥胡东,好不容易从模特圈转型成功 沈雕侠旅里的陆展元,新水湖里的林冲,楚汉传奇里的鹰部都让人印象深刻 最后却所有努力毁于一旦 而凭借茜夫的爱唱红大江南北的影像节被捕入狱后 初遇不到90天,就再次因为西市为竞品入狱 还被曝出独龄长达20年 如今的影像节体中暴降 靠着当年的好搭档于文华提携 跟在他后面拍拍短视频和直播 二,涉黄涉毒涉到的明星 除了涉毒娱乐圈列记忆人另一个违法点就是涉黄 其中风波闹得最大的当属 黄海波在部队大院里长大 12岁就出演张元导演的镜片妈妈 在这部剧里扮演智障少年东东 也正是由于这段演艺经历 让黄海波一改童年时的梦想 自此想要当一名真正的演员 1997年,黄海波成功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黄海波以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林一角 被观众熟悉 后来出演过《新上海滩》里的丁丽 媳妇的《美好时代》里的余味 尤其是咱们结婚吧 让黄海波成为国民级男星 2014年5月15日,黄海波因嫖娼仪事 被北京警方抓获 接受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并由工作人员进行回应 不负义不上诉 也不希望任何人再借此事炒作 并委托发道歉寒 全文如下,错已至此,愿受处理 唯有一心改过 奢望社会各界宽 恳请各位当以我为界 出狱后的黄海波因为接不到活 没有收入 导演刘江曾亲口实锤 他一度过得很拮据 后来一些和他相熟的导演 实在看不下去 有些总优先想着黄海波两口子 2019年的大热剧《长安十二时辰》 导演曹顿力排众议 把许贺子这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给了黄海波的妻子去扇扇 甚至黄海波也在里面演了一角 但最后播出时 戏份还是被扇了个干净 实在扇不掉的 也用AI换脸抹去 只有之前预告中一闪而过的镜头 能证明黄海波曾经参演过 眼看着付出无望 黄海波也总不能坐山吃空 便开了一个演技培训班 偶尔会发发短视频 直播赚点钱 且默默做着公益 资助过12名西藏贫困孩子 自掏腰包送他们上学 武汉抗议期间 黄海波也力所能及地 捐出了不少印记物资 王全安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 2007年王全安制导的《图雅的婚事》 荣获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最高荣誉金雄奖 但王全安被更多国人所熟知的 是他的两段感情 前女友是战狼女主于南 于南几乎包揽了王全安 早期所有作品的女主角 2013年王全安拍摄《白鹿元》时 和饰演田晓娥的张于奇相恋 并步入《婚姻殿堂》 2014年9月 王全安因嫖娼被北京警方当场抓获并拘留 一年后 他和张于奇的《婚姻》也走到尽头 出事后 王全安筹拍的电影《外滩》被迫停摆 同时被电影导演协会除名 如今的王全安在国内无稀可拍 只能到国外去拍摄一些独立制片电影 然而脱离了自己的文化 王全安的水准也每况愈下 王全安曾在离婚后 爆出过于某小网红过生日的相片 但事后他极力否认绯闻 本来是中国导演界的希望之才 结果色字头上一把刀全毁了 除了涉谎 还有涉嫌盗窃和赌博的艺人 吴宇童曾在吴磊秦浩主演的电视剧《杀害》里 出演过霍秀秀一角 2019年演员曹斐然报案称 自己家被人盗窃金额高达十几万 网上有人爆料 作案的正是吴宇童 其本人已经被警方拘留 随后吴宇童所签约的贾乃量的公司宣布与他解约 如今几年未闻动静的吴宇童 已经改名叫做了吴兮曼 郭美美这个当年以炫敷造假 在网络臭名昭著的网红 2015年因开设赌场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但是郭美美没有吸取教训 2020年出狱后继续刑事不法 2021年再次涉案的郭美美被抓 这回是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娱乐圈的艺人尤其是成名的大明星 他们在光环之后 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属性公众人物 带着强烈的示范效应 特别像一些流量偶像 一言一行对粉丝影响巨大 捉打压迹艺人 未免过于严苛 太不给浪子回头经不换的机会 2018年 网文君就曾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过自己的不甘 但在这条动态之下 有条高赞回复 或许说明了这种封杀的必要性 那些牺牲的嫉妒警察 谁给他们重生的机会 如果你所谓的回头 只是能继续登台演出 任前不被封杀 那我们凭什么要接受 的确 作为犯过错的人 我们应当给予重头再来的机会 但作为具有示范效应的公众人物 那些违法的劣迹艺人 显然他们不适合再去服务公众 娱乐圈的监狱风云 无以凡大概率不会是最后一个 并且也不是每个劣迹艺人都像张默 防祖明这样有个好爸爸 可以从容退居幕后 这些反面教材除了对观众 对粉丝有警示作用 对其他娱乐圈的艺人 或者正要进入娱乐圈的新人 更具警醒的意味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还不错 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您的支持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下次视频再见